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这个今天第一个 这个exercise 就是找寻盲点 对手上呢 都拿到我们在课前发给大家的这张纸 这张纸呢 你把它拿成这样的方向 这个十字呢 是在左边 黑一点的在右边 那你要做的方式呢 是避起你的左眼 避起左眼 用你的右眼看这个十字 然后呢 前后移动这张纸 大约呢 大约了 三十公分的地方 如果你很认真的避起左眼 用你的右眼看这个十字的话 大约三十公分的位置呢 黑色的点会消失 我问一下 在场的同学 有消失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没有消失的呢 请努力的去找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想有一些同学 可能在国中啊 小学啊都做过 就是我们眼睛呢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从他的解剖学上来说呢 确实就是有这个盲点 所以如果你把 避起左眼 用你的右眼去看这个十字 前后移动的话呢 你就发现有一个距离呢 这个黑点是消失的 但是呢 黑点消失呢 只是要证明给大家看出 我们确实有这个视觉盲点 但我想要问大家的问题 其实是 当这个盲点消失的时候呢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有两个答案 一个答案呢 是看到的是黑色的 另外一个看到的是白色的 认为看到黑色的请举手 没有 认为看到是白色的请举手 请放下 没有举手的认为就是 不是白色也不是黑色 但总之不是黑色就对了 那为什么我要问大家 回答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问题呢 你仔细想一想 有一个很调诡的地方 我刚才已经告诉各位了 盲点的地方呢 就是没有感光细胞 是视神经跟血管要离开的地方 没有感光细胞 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光 没有办法感受到光 那个地方应该就是 没有视觉讯号 没有视觉讯号 应该就是黑色才对 可是刚才呢 没有人举手说 那个地方是黑色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说我们的大脑呢 他不认为那个地方 是没有讯号 他会把它补起来 他会用今天大家常讲的话 就是脑补 我们的大脑非常聪明 会脑补起来 虽然那个地方没有讯息 但是我们会把它脑补起来 好 如果大家都同意 我这个脑补的概念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几个 所谓的这个思考的实验 所以我现在呢 把两边的背景呢 换成不一样的 比如说左边呢 是绿色的 右边呢 是这个黄色的 那我再问大家说 如果今天这个盲点消失的时候呢 各位看到的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的 对 因为这个旁边是黄色 所以我们就把它脑补起来 还是黄色 这很简单 那如果旁边是绿色呢 那就是绿色 这个蛮简单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现在呢 把它画一条线 如果你有笔的话 你也可以画一条线 然后你再做一次这个盲点测试 然后你看看呢 这个线呢 是不是有连起来 那如果你做了这个实验呢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你一定会觉得那个线好像是连起来的 虽然你觉得有点模糊 但是呢 你绝对不会认为 那是两条不一样的线 中间有一个间隔把它隔开 你一定认为它三号是连起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我刚刚讲脑补的概念 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呢 如果上面这条线跟下面这条线是对的很整齐的话呢 那Most likely就是最有可能的 它是就连成一条线 所以在这个概念当中呢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大脑非常的聪明 它会根据呢 一些周围的情境去做出合理的猜测 如果大家都接受我这样的一个结论之后呢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测试 就是如果把这个线换成图案会变成什么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里面呢 有排列非常整齐的红色的点 但是呢 在盲点消失的那一刻呢 是黄色的点会消失 可是当黄色点消失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看到什么 我相信各位心动的答案应该是跟我一样 就是会看到红色的点 的确呢 在做这个测试呢 有百分之七十几的受测者呢 都说他看到红色的点 可是这就非常的奇怪 因为明明就没有红色的点 可是呢 因为盲点消失的那个位置 盲点的那个位置呢 因为我们的大脑接受不到黄色点这个讯号 所以呢 我们就自己把它解读成说 它是有所谓的这个红色的点 所以这表示呢 我们的大脑呢 真的是非常的聪明 所以第一段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结论就是这句话 就是我先用英文讲一遍 就是叫做 What your eyes see is not exactly what you actually see 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跟我们大脑知道的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一开始的这个 今天的课程的前两张图片 这个旋转的呢 其实它是静止的画面 但是你会看起来是旋转的 那今天的A方格跟B方格呢 明明就是相同的灰度 但是你却会看神师不同的灰度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眼睛呢 它有忠实的去记录外在的物理的这些特质 或者是光的强度 但是你的大脑呢 解读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 当你的眼睛之所以 当你之所以可以看到外在世界呢 当然眼睛很重要 但是大脑更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大脑去解读眼睛来的讯号的话呢 基本上是无法做到这件事情的